39. 安全抵达经过一系列紧张而诸有成效的逃脱行动,舰队终于成功避开了未知太空实体的威信,并安全抵达了目的地木威尔。 这一章节详细描述了舰队的安全抵达过程,以及舰队成员在抵达后的反应和活动。 A. 航线调整的成功在泽客的坚定决策和舰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,舰队通过精心计算和执行的航线调整,成功避开了未知实体的潜在威信。 A. 这一过程展现了舰队在危机情况下的高效协作和应变能力。 B. 最后阶段的警戒即使舰队已经远离了未知实体,舰队只会不仍保持高度警戒,直到完全确定安全,科学团队继续监测实体的动向,以确保它不会在高层危险。 而航行团队则密切关注舰队的航行状态。 C. 抵达木威尔当舰队,终于抵达木威尔的轨道时,这一刻被全体舰队成员视为一次重大胜养。 木威尔的壮丽景象,出现在舰队的观察窗前,成为了这次艰难旅程的奖势。 B. 欢庆与松懈在确认安全抵达后,舰队内部充满了欢庆的气氛。 长时间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,舰队中举行了小型的庆祝活动,人们相互祝贺,分享这一刻的喜悦和成就感。 B. 数据分析与报告尽管抵达了目的地,科学团队的工作并未结束。 他们开始对逃脱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,以更好地理解未知实体的性质。 同时,他们准备了一份详细报告,总结了这次遭遇的经验和教训。 F. 准备探索木威尔随着舰队的稳定。 探索木威尔的计划开始启动。 科学家们和探险家们准备对这颗卫星进行详细的探索和研究。 舰队中的探险队开始准备所需的设备和物资。 计划在木威尔上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和地质勘探。 G. 心理恢复与反思心理支持团队。 在抵达后的几天内,继续为舰队成员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。 这不仅是为了帮助他们从紧张状态中恢复, 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反思这次经历,并从中学习成长。 H. 重整规划未来在经历了这次未知太空实体的遭遇后, 泽客和指挥团队开始重新评估和规划舰队未来的行政。 他们基于这次经历修订了舰队的探索战略和应急预案, 以更好的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。 I. 展望探索新天体随着舰队的稳定和未来计划的制定。 舰队成员的目光开始转向木威尔带来的新探索机会。 对于他们来说,每一个新天体都是一个新世界,充满了未知和可能。 等待着他们去揭开其神秘的面伤, 抵达木威尔不仅标志着舰队逃脱行动的成功, 也开启了舰队新的探索张机。 在这个新的环境中,舰队成员准备迎接新的挑战, 继续他们在太空中的冒险旅程。